低铁扶贫这是一位聪明的好主 因为他还没有机会破产就开始让我扶贫了 存款30万装备他只有三级套 进阶卧底还用响吗 响都不用响了 这种号必须先来把卧底捞点存款 复活就看有空调降落 我的眼睛是直发光 脚步我操 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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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哥 我操 你逗我呢 人机不打你的你除非打赢家哦哦 我啊真丢人的兄弟们 主要卧底只打过两局真的不太了解啊 空头离得太远 等我跑去可能连剩饭都不剩了 我们还直接下辐射吧 走走走走走 附近没有人赶快把前面武器枪开一下 害怕呀哥这里好紧张啊 暴力一般 还有旁边物质箱爆了个红还可以 你别说话了 我求求你们了 秒数不多了 开个药箱拿点药 紧张我了 我没有注意看 我老害怕了 谁能懂啊 总感觉碰到阵营 我一枪就要倒地下了 所以有枪声咱就跑 我不信老体 弹幕很多人刷屏说荒村很富 我很不信这个说法 来一起看一下第一个宝箱的暴率 我来测评一下你们的评论 不是感觉有点说法呀 不得不说这是个好事来荒村钱六十五万出来后总收益来到了八十七万五 这个小小的荒村有点说法你们在这里唠的最贵的是什么呢 带出的东西全部卖掉我们来看一下总数也能来到多少 一百二十六万看似很多但是你别忘了这是地铁啊你还得展 琢磨了一圈感觉买一个改进进三更有性价比一点 但是 所有装备准备好之后我们账备值才三十一万我们心爱的迷雾荒道还是进不去只能再来一局依图对着前线了 左边有银 看到了 这就是金钱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吗秒了有了辐射板加改进进三三必须直接下辐射呀进来就先偷吃其他先不管 烤什么暴力 哎呦拿着把双盖喷就敢下辐射你胆子挺大趁着陈尽在打怪当中我们直接贴要去瞄他 哈哈哈哈背包有点干净用的都是我用不上的 拿下拿下这一片都被他给掏了应该很肥 扶射军没什么可收的了以免被溜抓紧撤离眼看就要扶贫成功喽 哈哈哈哈 前面这还要赢可以捞一波 我操 这就是一直在我后边我还以为是怪呢他没有看到我吗很穷狗牌拿上 哈哈哈 哼一群鼠辈我现在可是有计算的这么穷啊真的是看不上你们了都 出来还是老样子所有东西全部卖掉来换一套重型装备六头七甲七包OK 直接发车 明游黄岛进阶常规单人 最远复合点 快他这种都快进那个口了 本以为前面复合点的会直奔辐射口 谁知他也是个探玩的家伙才刚跑到半山腰 我们这个最佳设计点位必须得找拨机会了 我操 6 我们在那边待一会 在待一会这个我走的话很危险因为我们附近有好几个 复合点 我们这边漏枪的可能会过来架 OK走走走没想到躲一下架点没想到我成了别人的架点 这就很巧他至少在辅射点卡了三分钟才开始行动刚好跟我碰到别看这个暴率低看一下半山腰的暴率有多高 对于一个连七一套都没有的家伙他这个lg算是他的保障吧 但是我很害怕都这么久了门口的宝箱都没人开我怕有回忆 似乎很多次亏了我已经 但看一样的这一把是我多疑了我们直接看一下第1个宝箱的暴率 暴率一般看球的图组罗文在开枪我们抓紧摸过去本想的敲一声吸的这个来一雷 可这小子的耳朵不是一般的零 这种今天不要追容易出意外而且怪咱更加不要碰他没准叫打一个回马枪 还有还有第3者 元起烟又扑火 左边脚步 9毫米 这明显看得出他不是打怪的那个 脚步在左前方应该就是刚才那个 得吃了这下辅射区应该是安全了我们直接开吃吧 我操 浮屁成功不成功 哎哟 我操 我操 蛋头加 螃蟹改进 矿机被开了 虽说过程艰难 但还好最后也是扶贫成功 你等一下 既然就是这样子的